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 唱一家电台的永续长来了 我是联合线上的总经理关正玄 我们现在要带您一起来开箱 永续长的职业故事 还有观点 这些永续长的经历都很有趣很丰富 可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他们真正的工作的内涵是什么 那现在很多人想成为绿领人才 所以我们就来了这一个系列 来开箱永续长的工作 永续长的一天 还有呢 他们是如何养成成为永续长的 所以现在要郑重介绍 我旁边的这位美女 就是我们的 佳格食品集团的永续长 陈文琪 Angela 跟大家打声招呼 Angela是我的老同事 她一直是 以前我们在雅虎工作的时候 以后的老同事 我做内容的 她做marketing的 她一直的工作都是marketing 她在我心中就是marketing head 是非常优秀的marketing人才 她也做过了雅虎的 然后在之前的一份工作 应该是line的marketing head 对不对 还有哪些 你要不要稍微分享一下 之前的工作的经验 好啊 郑轩 谢谢郑轩邀请我来 那其实我跟郑轩认识也是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做那个民国一百年的 幸福一百的这个案子 那后来其实我去了蛮多地方了 那所以也跟 虽然是郑轩失联了 直到最近又因为永续这个题目 如果要找到永续怎么会不去找创业家 就一定要来找郑轩 所以就慢慢又开始对接起来了 那可是这中间过程当中 我就跟郑轩稍微update一下 我干些什么事 其实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我非常喜欢不务正业 跳到永续就真的有一点不好了 其实我在line之前 其实就是在做FMCG 我在Unilever里面做产品经理 那离开 然后就中间过程当中 我也去美国念书 念书的时候我就去了科技产业 我就去了Microsoft Microsoft之后我又再去了Nokia 然后Nokia之后就到了 雅虎这个是我们认识的时候开始 我们共同工作 那离开雅虎之后 其实我去做了几个 反正我去了工作 那郑轩人可能就不知道 第一个是我去了香港的一个 顾问公司的一个产业里面 那我那时候做的事情 其实是去新加坡 做了一个帮新加坡的智库 做Climity Change的白皮书 气候变迁的白皮书 所以在那个阶段 开始就已经接触到 其实不见得是我刻意要去做 是因为刚好我在做的 这个顾问行业工作 那一份工作 刚好给我的工作就是这个题目 永续这件事情 我有意识到 因为我很喜欢旅行嘛 那我就会历史到有很多我想要去的国家 特别是海岛国家 或者是说像是水都威尼斯 它很有可能因为气候变迁 它这个地方就会消失了 所以我开始正视到这个问题 但是正视到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这个气候变迁 这是只有environment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不是 就是我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 发现说它其实除了有 环境这个问题之外 它还有很多的政策面包含 环境社会教育 去环保 然后还有策略投资 其实它是每一个局处 都要去讨论到的事情 可是一般是消费者看 一般的人 只会有知道的事情 可能就是要减的减碳 或者是跟环保相关 所以也因为那次的经验 让我开始知道 原来其实这个问题 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说得好 对 那后来之后 我大概做了蛮短的时间 在固人业里面 毕竟固人业其实真的是蛮操的 所以我就也 也刚好 因此他去了一个 其实在台湾 算是在绿人产业里 蛮重要的一个 一个新创公司 也就是GoGoro GoGoro 所以在GoGoro里面做了 大概有三年多的时候 怎么样把GoGoro这个产品 能够让它可以上市 GoToMarket 其实你说行销的专业 我更会觉得说 我自己的专业不见得是行销 我的专业是GoToMarket 是产品开发 产品发展 怎么样把一个产品 或是一个服务 把它带到市场上面去 那后来在GoGoro之后 我又转了去做了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是我去英国 开了一间 这个卖高 高档的这个 luxury handbag的 的一个店 这样 然后后来才去了LINE 那在LINE的 大概就是 在做了四年多的时间 大概去年 去年大概十月份的 去年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才开始转职到 这个 加格食品集团里面 去做永续这样的工作 是 所以大概我的背景 其实中间有消失了十年 你不知道那十年 我现在给你这个update一下 给你报告一下 太酷了 但还是觉得很amazing 而且我们后来是在LINE 他在LINE的时候 我们在另外一个 永续的场合见面了 对 然后后来我那时候就知道 你开始在做一些地方创生的project 对不对 所以我那时候还想说 会不会是这个缘由触动了你 然后让你开始也想要真正的转行 进到永续长 但是毕竟就是做go to market 或者是marketing 跟做永续长 他还是很不一样的职业发展 所以我也很好奇 到底佳格的永续长这个工作 是什么样子的地方吸引你 然后以及要怎么样顺利的转过去 他等于是跳一个跑道的 对不对 其实你刚刚讲到 郑轩真的很了解我 就是我们真的是在地方创生这个案子 让我重新的就是显示到说 我其实对永续这个题目非常有兴趣 那其实我还是要回来讲说 其实现在在讲这个永续这个题目啊 我自己觉得他不是一个 新的东西 其实企业本来就要永续经营 因为譬如像佳格视频集团 它其实是一个37年的公司 那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 这个永续经营的方式 能够有下一个37年 或者甚至朝向百年企业的方向去前进 好像跟地方创生 好像有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可是事实上我在做地方创生的起心动念 是来自于 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 二代接班 三代接班 四代接班 但是不是大企业 对 可能是因为疫情的时候 他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就消失了 因为他没有做很好的这个数位转型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转型的需求 是来自于一代跟二代 二代跟三代 怎么样让他这些好 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好东西 可以传承下去 所以举例来说 那时候我们做的案子 其实是可能是一个这个传统市场里面的干妈点的妈妈 想要把他的事业交接给他的女儿或是儿子 我看过你们影片很感人 对或者是说有可能是一个台湾的手工 不是手工西服店 我今天没有穿那一件 因为今天太冷了 但是有一些是手工西服店 是爸爸觉得说我没有一定要接班给我的女儿 那手工西服在这个快适当的这个环境当中 它已经快要没落了 可是事实上我自己喜欢老东西 所以郑圈才会说我有个老灵魂 因为我很喜欢老的东西 但我喜欢把老的东西赋予新的生命 所以在那个手工西服店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女儿是说我在胎教的时候 就觉得我要接这个生意 可是爸爸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故事拍出来 然后让新的这个年轻人怎么样 用数位的工具 数位的方式 能够帮爸爸这个好的 这个手工西服的记忆把它传承下来 那做一做就发现说 这件事情好像跟永续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了 我们讲说手工西服这件事情是可以传承的 那传承的东西 因为你衣服你可以不要很多件 但是你可以一件就可以涌流穿 那慢慢就会发现 传家之宝 所以你会发现在做很多的数位转型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把它数位转型 就是希望把很多好的东西 能够永续的传承下去 所以我就开始对于永续这个题目 开始就更有兴趣了 其实我的永续之路跟现在大多分 只是用ES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是在做环保这个路径 有点不太一样 对 我的核心目的还是希望能够把企业 产业或是好的东西 可以怎么样流传下去 那做一做在LINE里面 我觉得做到品牌行销 因为基本上我做的是品牌的包装 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就是希望能够帮LINE的品牌加分 那做一做我就发现说 好像可以做一些 LINE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那刚好就是有一个食品集团 这个契机来找我了 那我就是我现在的老板聊天 聊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大概跟他聊了快三四次 然后他也很清楚的告诉我说 他为什么从一个中小企业 因为上市贵公司被要求 要做永续报告书到排斥到 后来觉得说 不对这个其实我本来就在做这些事情 那我怎么把做这件事情 变成是我可以永续经营的一个契机 跟成长动人 所以其实我们在讨论我的JD的时候 这个工作是我们互相讨论出来的 一个JD 一个工作 对是讨论出来的一个位置 是 所以很多公司他会觉得说 那我要做策略长 可是事实上他 因为我们要把策略跟永续放在一起 所以我们说好 那与其叫策略长 那我们就来叫永续长这个工作 好了 所以他当时跟你谈的过程中 什么东西最打动你 因为过去年很常都在外商 对不对外商也是一个非常现代化 然后非常活泼奔放的文化 到一个37岁的 等于是在地的食品厂的龙头 他还是有很大的 就是很不一样的企业文化 他可见是这个企业的领导人 跟你讲了什么东西 真的很触动你 那那个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回到说 我现在的live stage年纪 其实也到了一个 我觉得现在跟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永续风险 很相关的状态 就是说 因为大家对价格的食品计算 可能印象当中就只有贵格 然后他发现没有 他有贵格有福乐 有得意的一天 然后还有氧气颜色 还有天体合补 其实他的产品线非常多 也非常够了 对 非常多 那所以我们在聊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我们的使命是要去照顾 全家人的健康 那全家人的健康 就会有老年人的健康 也有小孩子的健康 所以他们有两个 我们有两个啦 就是说很重要的这个永续专案 其实是在照顾独居老人 或是弱势老人 或是偏向老人 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 是在照顾少子化 那其实这跟台湾的 两个永续重题 重要的题目 一个是 一个是 年纪大的 高龄化 对 KPMG 说了嘛 他的research 里面 第一个就是高龄化 最大的风险 第二个最大的风险 是少子化 那我自己本身 因为我家里有一个 106岁的老公 我也有一个 对 我有一个 我跟你的案子就是 我老公的案子啊 你忘记了 我还去拍他 写毛笔字 那我也有一个80岁的阿嬷 那我80岁的阿嬷那时候 从卧床之后 就是他 他卧床之后 就十年卧床了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 现在台湾的长照的一些 问题 处境是怎样 对 处境是怎样 但我阿公是 105岁的时候 被整治那个 庞床案四起 然后 卧床只卧床一年 所以我自己 有一点点 这种感同身受 那因为我自己 也是到了 就是人口结构年 你40%的 那个 bucket了 那我自己也希望 我能够是一个 乐活安老的状态 所以我现在 会选择这个题目 很多是因为 在价格里面 我们想要做的题目 刚好是我自己 我很认同的 一个永续题目 所以不见得 只是一这个题目 因为其实永续 不是只有医学基码 有SDG的17项 对 那我们会从17项 去选择说 对于我们企业 本业而言 真正能够有所贡献 可以去倡议的东西 是什么 那我们就会觉得 去倡议这第三项的 这个SDG的 这个使命 是很有关系 那这个刚好又跟我 现在的人生阶段 很相关 我也想要就是 很重视自己的健康 吃的很健康 我不希望造成我的后代 或是造成我周围人 因为我不健康 造成疾病 所以刚好这件事情 就会跟着我们的本业 非常非常相关 所以我就会觉得 这个题目是我想要做的 那我自己深深的 相信就是说 如果你不去解决 老龄化这个问题 大家都不会感生 所以你现在做的一切 也是为了自己 也为了我们 自己的 为了我自己 对为了我辈 就是以后都会用得到 这样子的 都会进入在这样子的 社会环境中 对 这其实是还蛮 有启发性的 对 但是你当时会不会 有一些挣扎 因为毕竟跟你过往的 整个过去的养成 还是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一样 还是说你觉得 过去的你的养成 反而是一种很棒的养分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直来 我跟很多人在讲直来 或是说一些年轻人 因为我自己在研究所里面 我也会去 coach一些年轻人 那我常常是讲说 没有错你要很清楚 知道你想要走到哪个方向 可是其实有些时候 人算不容天算 我只能确定说 在这个工作当中 我能不能学到 我想要学的东西 跟我喜欢要的东西 那所以其实很多人问我 我去拿了一个 永续管理师的执照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个执照 但是我其实不是因为 要去做这个永续管理师的工作 我才去考这个执照 而是说我觉得 诶 刚好我对这个题目有趣 然后市场上面 有太多在讲永续的东西的时候 我想要有一个 比较系统性的了解的方式 我就自己去牺牲我 周末的时间 我就去报了这个 然后我就去上了这个课 又花了80个小时 然后考到我这个执照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疯了 就是因为他真的很累 这个年纪 礼拜天还要上课 很累 是真的牺手牺牲 很累 可能说是真爱 对 可是我觉得对我而言 上了这个课 我就会更了解 有个很系统性的方式 去了解到说 哦 原来其实 大家在讲 这个 这个 很多的专有名词 永续里面有大 一堆专有名词 什么是Saspi啊 什么是TCFD啊 TNFD啊 G啊这些东西 他就不再对我而言是天书 我当然知道他在讲什么了 所以这对我而言 就于永续的这个 领域里面的理解 可以用最简单 最快速的方式去理解它 又再回来说 为什么我会想去上这个课 我就刚好有几个朋友 刚好也在那个community 里面就去了那个场 然后你就会去问他们说 那如果我真的想要 进到永续的领域里面 有没有比较好的资源 community 或者是可以阅读的东西 让我可以更快速去理解 那这也是问了很多人 之后大家的建议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是 你如果真的对某一件事情 有兴趣的时候 你就是要 就是do it 就是do it 因为你不知道 你没有去试 你没有去手伸进去玩玩看 你不会知道说你到底喜欢 还是不喜欢 所以那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不安于事 然后再加上一个就是 我是一个在舒适圈里面待太久的话 我反而不舒服 我反而不舒服 喜欢挑战 同样的事情 我觉得第一次学习 第二次要有所成就 第三次要做出不一样 但是你要我在做第四次的时候 除非我可以知道 我第四次会做出 真的很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好像我开始被局限了 那这个时候 我也很觉得很有趣 但我开始想说 好像我可以动的时候 就有机会了 机会会来找你 那为什么 那是因为 宇宙给你一个回应 说那你可以去试试看 对 那你如果不去试 不去聊 不去跟人家了解 其实你不会知道 你喜欢跟不喜欢 那反过来问 你老板可能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谈过很多人 那他有没有跟你讲 他最后选中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毕竟你本来不是 就是在这个 也不能说他是科班 他也没什么科班 就是说他不是说 以这个为 职业核心的赛道上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 他最后选择你的原因是什么 我老板跟我们 对于永续的定义 不是只是在讲说 你要做永续报告书 你要做 这个我们都会做 我们也会去盘 但他真正想要的事情是 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我怎么样能够找出成长动能 所以他其实喜欢的我的地方 其实反而是这个策略性思维 那策略性思维的来自于 是什么 来自于就是你十几二十年的 这个工作上面的经验累积 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 累积出来的人脉啦 就是说我老板有趣 他就说 Andrea认识蛮多人 那其实 我觉得在永续就是更重要 因为其实 永续的题目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 还是一样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你 一也不是SSG Polish it for a goal 那Polish it for a goal的状况就是 你要知道 有些时候 我说的人脉不是你认识谁也不认识 而是说当你今天发现 说大家朝着 同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 资源自己就会 对来找你 比如说我 跟郑轩重新 这个 连上线 其实也是因为 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就做永续 到目前为止 我在加个视频 大概四个月 但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说 我觉得好像可以怎么样 做什么事情 好像可以去找什么人 来 连结一下 的时候 这个人就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他好像是 这个永续的business的 一个本质 就跟其他的本质 就是说 你会特别去想说 我要策略合作 他会把它定义成策略合作 可是我觉得 永续他就是一个伙伴关系 就像你讲的 就是说 进入到这个business当中 你就会很自然而然的 觉得说 我要来这个 攜手谁谁谁 然后我们一起来去 do something 然后让我们的事情 都可以得到多赢 然后可能让这个社会 让这个环境 也都得到一些benefit 我觉得好像 感觉是这个样子 对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永续的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都是有一个 善念跟善意 这个goal是善的 所以当你的goal是善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吸引到来的人 都是正能量的人 没错 真的 然后大家都是很想要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永续的题目上面的问题 都不是一间企业一个人 可以解决的 他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 那在做永续的community 的人其实都是有像这样 所以他们会很 有些时候会蛮 不会那么自私的说 你这个题目 我觉得谁谁可以做 你们可以来对接 所以这个其实跟 我觉得在做永续 跟在做一般的商业的时候 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 不太一样 真的 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说 你会看到很多的人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信念 我觉得他是感受的出来 然后分辨的出来的 他不会像一般的这个商业的范畴内 可能这个人有很大的能力 或者他有很强的这个talent 他可以掩盖掉 他可能在信念上他根本不相信 可是我觉得做永续这件事情 就是你是不是真心的believe 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容易可以辨识出来 然后他就是会 所以大家就会群聚在一起 就是说彼此会觉得说 好像是那个chemistry 对了 然后会更想要结合去 一起去做一些更棒的事情 他就是还蛮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蛮不一样 所以这种感觉 其实就会蛮有成就的 但很挑战 因为这个题目都很复杂 都不是一个人可以解决 所以回到说 从行销的角度转到 因为行销做到最后 其实我觉得行销 实际上的产品是一门 但有些时候 其实我们在行销是一个议题 你是在做议题的设定 你是在做议题的engage 不是只是内容的媒体人 而是你怎么去让消费者 可以更多的参与 那所以其实我常常说很多 像我们公司在做 蛮多的公益专案 以前我们就是做了非常多年 我们37年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做 怎么照顾这些偏乡 独居老人 这些都有 可是我们做的都是自己买起来做 那我们现在进来要做 永续的角度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改变了一些方式 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自己做 我们希望能够 号召很多人来做 那所以做行销 它还是一个核心嘛 就是说我之前核心的是一个产品 我行销是一个产品 但我现在行销是一个 是一个愿景 对信念 大家一起来把它发生 对所以其实一样还是会 运用到很多行销的技巧 因为行销的技巧就是 核心的是说我要去 你有这个需求 所以我卖这个服务给你 你有这个需求 我卖这个产品给你 那我们在做这些议题操作的时候 只是怎么把这个议题 让它让更多人知道说 对其实这个议题跟你有关 跟我有关 而且很严重 而且它很不远 它就是现在进行式 对 所以我就说 我自己即将迈入老连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怎么办 这样把年纪讲出来了 希望看起来不像好 我们都是 但是 但是那个核心就是说 因为这个就是我 之后要走的人生的时候 那我就会更想要就是去唱一些 怎么样能够 我们在说的是叫做健康的 这个 或者是很active的 很活跃的 就是你平均余命 你还有30 比如说像过了50岁之后 你还有35年 因为你大概平均挂的年纪 你是85岁嘛 对 那你还有35年的时候 你应该要能够很 很有活跃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同时间 你可以把你的经验 你的知识 你还能够做的事情 然后回馈到你的下一代 回到社会 那不是就是一个永续的概念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 我们公司想要倡议的 跟我自己也觉得 这个是我的人生阶段 我想要去倡议的事情 所以就刚好很幸运的 我的工作跟我要做 就是 我想要做的事情是可以 对接起来的 那开箱一下你的日常吧 就是永续长的一天 是在做些什么事呢 永无止境的会议 这个好真实 其实就是这样 永无止境的会议 我觉得其实 因为我的角色里面 其实只有四分之一 是跟永续相关 甚至好有些是企业的 所以毕竟还是会有 蛮多的 其实是要跟 媒体之间做很多的 的 连结 对 但是我发现在跟媒体 做一些连结的时候 也发现说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议题 也是媒体有兴趣的 所以其实我的一天的会议 基本上就会是 除了内部会议之外 其实我会跟非常多的 所谓的厉害关系人 永续最喜欢讲厉害关系 那我们的厉害关系人 除了消费之外 其实我自己觉得 会跟媒体啊 跟通路啊 对 或者是说跟这个议题 有相关有兴趣的人 是 去做非常多的 你说brainstorming 有些时候是说 我觉得这个题目 我的看法跟我能够contribute 我能够贡献的资源 跟可能在媒体端 可能在通路端 可能就是其他的品牌 可能是一些3C的产业啊 真的可以举个例子吗 因为你想老龄的社会 就是衣食住行娱乐嘛 对 所以所有的需求通通都会需要 甚至比如说 我去了一个就是 一个其他的媒体的厂 在座有一个汽车产业 他有人说 其实你的题目 我们也可以有所贡献 就是会 你会发现很有趣 当你碰到永续的时候 好像大家的利益 就会变得 好像把利益放的 做生意还是很重要 永续是一个善的business 但是我们还是要赚钱 对 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 你会发现 大家的愿意合作 会比 会更open minded一些 这个是我觉得 在做永续的工作的时候 而且会特别去考虑对方的角色 应该是说 我们都希望能够借力实力 就是大家的资源都有限 资源都不会无限 而且其实你说 现在的景气环境 不管是通膨或什么 其实气到进行 其实都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也是会 这个原因 你就会发现说 因为我有我的资源 我有我的极限 那你有你的资源 你有极限 你的资源可能是我需要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那个玩法很有趣 玩法已经不是点 线 面 有些时候是网撞 所以我常会觉得说 现在在做的行销 已经是 方方面面了 更高阶的叫做 生态系行销 生态系行销 真的真的是这样 就是你怎么样 把生态系建起来 然后大家一起往 同一个目标去衔进 所以就已经不是 A加B加C 有可能是 A加B加C 一路到Z的那种状态 它的复杂度 就会变得很高 你刚刚讲的生态圈行销 我完全是认同的 它的这个生意 就是跟其他的business 蛮不一样的 其他可能比较多是 上下游啊 然后顾客 对顾客啊 对客户 但是永续 确实就是生态圈 你开始进入到 这个领域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 哪些生态圈的 这个stayholder 你觉得很有趣的 是你过往没有想过 你会跟他合作 而且居然可以 一起来做一些 很妙的事情的 呃 我有时候觉得其实没有 可能到现在这个阶段 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surprise我的地方 对 就是反而会觉得说 我们为什么不会去想说 potentially 我当然 就是随便乱讲的状态 就是说 其实如果我们的议题目标 都一致的时候 那也许有可能 可以跟竞品合作啊 为什么不行 对不对 所以 呃 我觉得这些都是 我觉得在做永续的时候的思维 可能会跟 呃 传统在做行销 或是在做business上面的思维 会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个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 那当然 那当然 当你有这些比较 这个 惊世 骇俗的一些想法的时候 你就是还是要回到本业啦 嗯 你就要回来省思说 做这件事情到 对公司的本业 他是不是 对所有的厉害关系 我所谓对他 他是对 他就是一个win-win-win-win的状态 他对于 我的消费者 有绝对 因为消费者不买单 他不会成立 对于我的供应链有 有有有有优势 对于我的股东也有所交代 所以他是一个 我既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然后照顾到消费者 我又可以去解决这个社会议题 然后我又可以帮公司赚钱 然后我股东就会很开心 那你这些一些想法 或者你其实也需要 各个部门的支援的时候 或者是支持的时候 沟通上面 大家对于永续的这个理解 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看法 然后要怎么样去沟通 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要慢慢来啦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 我进入到 加个食品集团的时候 其实是 我老板已经百分之百 算是蛮buy in 要做永续这件事情 所以当 top management 其实已经是 很有清楚的想法跟愿景 跟他觉得这件事情 是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那个感 那个是会影响到 各个不同局处 比如说做永续 你一定要碰到一定去工 有没有工厂嘛 你一定会碰到工厂 那工厂要怎么做减能减碳 怎么样做减 食品业最重要要减缩 因为包装 那所以 其实当你觉得这件事情该做 而且你知道做这件事情 是会对生意有帮助的时候 它就会被内化 被内化的情形之下 那我们的工厂的 我们的工厂的 我们的供应间的主管 其实他就会开始 在一上面 就自己会去展开下来了 所以我们也是就是 加了就是不做 这一做 我们就是要做标杆嘛 因为龙同企业 我们一定会要设立一些标杆 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 标杆的研究 也许是我们的净品 也许是我们的伙伴 然后看他们这些 要怎么去做 那我们从中间去做学习 那当然我觉得 当永续大家都在讲的是1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担心说 很多行销的campaign做出来的时候 是会不小心 就会做到标率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我们也能够要做的事情 是要慢慢慢慢的 把外界的一些资源 然后有很多 比如说这几年 坎城得奖的案例 全部通过都是跟永续相关 那我们怎么样 把外界的资源 外界好的案例 慢慢慢慢的 导入到企业里面 让他们可以学习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我觉得 除了我们在做永续报告书里面 在做盘查 在做这些 governancy的这些 不管是ISO GRI 这些规范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怎么把 企业内部里面 我们去做 这个议题倡议的时候 的这些行销工作 也让更多的行销人 可以理解 所以我觉得下一个部分 其实是让行销人 更了解 什么叫做永续 对 不是只是狭义的 减能减碳 关灯 这些东西 其实差很多 对 所以内部沟通的时候 你觉得 那一个冲撞是会 最大的 是 比如说什么部门吗 我真的觉得 我还蛮幸福的 幸福的 我们公司的状况 其实真的都蛮好的 那我觉得他们 不会排斥 他们其实只是需要有 比较 相关的知识 怎么样在他在做财务的经营上面 能够把我永续的概念 让他觉得这两件事情 是不互趣的 所以目前为止 有没有你觉得做得非常有趣 然后很有成就感 也带动了很多事情的改变的 的project 你说在我现在的公司吗 对 现在 呃 我必须说四个月以来 我很多的project里面 其实都是前人中树 那我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让它放大 让更多人知道 那比如说像在我们公司 呃 我们其实一直以来 花了五年在照顾偏乡 嗯 我们照顾了大概有 呃 一百个偏乡小学 全常有九百多个偏乡小学 其实我们照顾了一百个偏乡小学 然后我们也照顾 将近快两万名的小朋友的营养 嗯 那 我们都默默地做 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 就是很积极地让外面知道 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其实是我想要让这些好故事 跟我们在做的事情 让更多人知道 嗯 然后更多人一起来参与 或者是说 呃 我们会做以牙乐活 嗯 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跟独居老人 或是偏远边缘户 边缘户的定义就是说 他可能在台北市他有房子 可是因为他 就是因为有房子 所以他没有办法拿到任何的补助 所以他其实是所谓的边缘户 那我们也透过过去两年 我们也透过非常多的社福体系 大概四五十个社福体系 嗯 去 呃 不是只是捐物资啦 就是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不是只是捐物资 我们希望捐物资的同时间 我可以呃 教你怎么吃的健康 所以他会变成是你的习惯 嗯 你就会吃的比较健康 嗯 小朋友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捐食物 食欲箱 同时这些食欲箱里面我们会做食欲的教育 嗯 做电板 做扇子 味道赛 我会比较电板 他教他你可以怎么吃 自己煮出一个美味又营养又低碳 然后又 呃 又健康的食品 所以 这些故事他们都在做 而且做很久 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有成就感的事情是 我知道有这么多 就是有些时候你在做行销 或是在做PR的时候 是你没有素材 嗯 这些公司是素材多到 嗯 我现在要想做 要怎么样 要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喂养出来给大家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你说成就感 我觉得 在现在这份工作可能 呃 还没有到那个 因为都不是我的credit 是那个都是前人中数的credit 我现在只是想办法把它让保装 但是我自己有一个目标是 我希望在一年到两年当中 我可以做出一些 呃 真的是 呃 很 让我的团队 嗯 也让我老板 也让台湾人骄傲 觉得说 我们是真的能够去解决 这个老龄化 不但是解决 因为它真的太复杂 但至少能够就是 让台湾的卧床 不会再是八年 可能减少一些些 因为大家都可以吃得 比较健康一些些 所以佳格以前没有那么喜欢 就是他们其实做了很久的投入 可是都没有那么想要把这些事情呃 宣传出去 那你会希望用一些很好的这个说故事的方式 让让更多人知道 嗯 可是内部会不会觉得这个跟过往的就是 习惯不太一样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低调到 搞不好我之后就不会再出来 接受任何的采访 有可能 就是说 呃我现在出来愿意分享 其实是真的想把我们做的事情都分享出来 是 但是 讲完之后我就发现 欸不行我要专心做事 要不然我没有东西 我一年之后没有东西可以讲了 那所以其实我们的核心还是说 呃 节奏啦 就是呃 我们可能还是尽量保持低调 那 呃 因为毕竟核心还是要把事情做好 嗯 那所以呃 呃 我们不会是呃 一定要把 spalight一定要造在 扎格食品集团上面 嗯 我希望大家知道是扎格食品集团 现在倡议两个议题 嗯 一个议题就是 以爱乐活 一个议题是以爱灌溉 希望去倡议可以去照顾到偏伤儿童 嗯 的教 营养教育 嗯 希望能够去照顾到这些 弱势的 嗯 独居的 边缘的这些长辈们 嗯 他们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跟知识 跟智慧 嗯 那我们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也愿意出来分享 也愿意出来 多多参与一些社会 所以像我们在以爱乐活的活动上面 其实我们是在唱要做职工 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在退休 他们 呃 可能55岁或是60岁的时候 他就觉得要退休 特别是外商体系的 嗯 那他们可能就是去脚踏车优胜环水 可是我 我反而会觉得除了 骑脚踏车优胜环水之外 其实我们还蛮鼓励 他们可以出来多做点志工 嗯 的活动 其实我真的觉得永续的工作 很适合 这个年龄阶段来做的事情 因为他需要资源 需要connection 需要人脉 需要经验 嗯 需要智慧 这些人都非常适合来做这个事 所以你这个hiring时候 并没有年龄上面特别的想象 没有 我想问一个理性的问题 就是永续长的KPI是什么 哈哈哈 你老板给你的KPI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就是 怎么样能够帮 加个可以永续经营下去嘛 那那是我们的object 那KPI当然还是有几个 第一个是 我们有些 永续报告书要准时deliver啊 然后永续的目标 今年我们要定永续的目标啊 那这些东西都要去顶定嘛 那减碳的目标啊 或者是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社会 两个社会公益的题目 我们去年帮助了五百个长 五千个长者 嗯 然后帮助个大概一万多的小朋友 我现在就说 那我要用一样的预算 帮助两千个 两万个小朋友 一样的预算帮助一万个长者 OK 是不是我的KPI OK好 所以你的KPI就是会breakdown 就是像刚刚就是要协助 多少的这样的偏向长者 或者是多少的这个儿童 嗯 所以就是会在更 就是说他要在更成长的情况下去完成啦 就可能一样的资源 但是你要放大你的影响力 然后以及善的作为 对不对 其实同仁有时候对于这个 他很愿意做 他可能也是满怀着理想 可是当KPI加在身上的时候 他最现实的情况下就是觉得说 那怎么可能 你又没有给我多的人 没有给我多的预算 你却要求我这个 这个result要double 或者是triple 这因为我的同事都在看着我 哈哈哈 小糟糕 我突然觉得这个题目 它是设陷阱给你们 因为其实永续 因为它是一个business 它也是一个 企业运作的一个环节 就是说你会怎么样鼓励他们要 重点是要想出一个方法 让这个deliver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把它涨上来 这个你会不会给他们一些方向 或者是一些方法 我先讲两件事 我一直像这个题目其实就是 我小朋友来问我的问题嘛 就说 我要double的这个support的KPI嘛 可是不好意思我行销预算不会给你更多 我预算还是一样 然后他就说那这样是不是我的食欲箱 我就要减半 我说不行 那这样子就没有达到你的核心目的嘛 你是希望帮助更多 用一样的这个 他们的营养是要能够 你已经算说就是要 它一定要有这样的来足量 所以这就是partnership for the goal的重要性啦 你怎么样好倡议 你怎么样去让更多的partners 一起来倡议做这件事情 那更重要是怎么样 号召消费者来做这件事情 那聪明 我会找我们的partners来做 但我也希望消费者能够一同参与 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些 也因为我们希望消费者一起来参与 所以我们就希望 请媒体一起来协作 或是请Toro一起来协作 当我们厘清说 那是因为我要让更多消费者来参与的时候 那我就一定要找非常非常厉害的创意呀 或是因为有很多很厉害的创意 其实是可以让消费者可以感同身受的 对 没错 那所以就是当你一个一个目标 定定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为了要达成这件事情 所以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你就会去找这样的资源进来 所以就是有100块钱做100块钱的事情 那是正常的 因为大家都可以做 那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那50块钱做100块的事 那我觉得那是第二层厉害的人 但我觉得第三层厉害的是 我用100块钱的事情做200块钱的事情 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但我Ultimate Go的时候 是希望用50块钱的事情 达到200块钱的效益 这个就是value creation 多出来这50块就可以再去做 还有下一个可以帮助的人 或是一体的 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方向 其实他就是打开一个信念 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个伙伴 可以跟你一起来成就这件事情 对 但是他相对的 有人为什么他厉害 就是因为他其实也有难度 对 因为你要跟不同的伙伴 不同的厉害关系的人 都要达到一个共识 即便大家都有一个善的信念 可是他确实就是要去 coordinate很多不同的stateholder 他跟过往的这个 比较单纯的企业经营 或者是你的策略发展 他就是要考虑更多的面向 你有没有那个经验过是 你需要去take care 非常非常多的面向的 然后是极为复杂的 但是要透过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 让这件事情完成呢 有没有这样子的故事分享 其实在LINE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去年有在做的是 我们怎么帮就是熊大熊展上了101 那其实这里面有牵扯到非常多方的 就是厉害关系人 因为你有台北市政府 然后你有101 然后你又有LINE 然后也有LINE的LINE Friends 那每个人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KPI 真的 真的 所以其实你怎么还是一样 我觉得那个核心是沟通 然后Alignment 然后确保说你的资源可能 A的资源C有 C的资源B有 B的资源D有 有些时候做永续工作的时候是 就是 时间成本是稍微多了一点点 但是并不是说 这些时间是浪费的 因为它会帮助你去厘清去梳理去脉络 所以其实像我在 刚来这间工作的时候 我的小朋友可能就不习惯 他会说 我有时候在写东西的时候 我是没有清楚的brief的 我不给brief的 我说我不知道 但我要先去聊 所以我先跟关正轩聊 我先跟谁谁谁聊 我先跟谁谁 我聊的时候 我喝咖啡的时候 可能在一个小时当中 我就聊完了 我就修理出来了 所以 我觉得永续的工作 有很多东西是 你要透过聊天的过程当中 去把东西挖出来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 在成立 在修正 而且它有时候是像是 你知道滚雪球 其实有时候是一颗食指 然后它就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那是因为你的食指是 那是那个核心 然后你就是 每一次的聊天的过程 滚动的过程 它就会长大 它就一直长大 就一直长大 长到它非常非常的 希望它是好的 不是不好的 这我分享一个小 小场景 就我们上次在开会 我们在讨论永续展 我们要来合作永续展 然后还有这个G世代展 然后就是For Showing的 就Angela有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习惯 它一定要白板 哦对我一定要白板 然后它就是 所以它刚刚讲谈 我就觉得这件事 我非常有感 它就说谈出一些东西来 它就会立刻把 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一些东西 我们只是丢一些点子 它就会立刻把它视觉化 写在白板上 大家都共同的看到了一个图像 然后大家可以讨论 它就会有一些结构 就会开始长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就是它坚持一定要坐在那个 靠近白板的那个位置 对 以至于我们还换了位置 对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习惯 呃 大家的讨论 就每一个人 有点像brainstorming 就绿灯的讨论 你就会立刻把它写下来 然后你也会补充你自己的一些结构 对 然后等到我们那一个讨论完之后 那个白板上面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 合作的架构 对 我们合作的架构 就我觉得它超有效率的 超有效率的 所以它真的也就是说 永续的东西虽然是相对是复杂 要沟通的东西多 可是透过某一些工作习惯的养成 可以把视觉化 然后有效的具体化 结构化 然后让大家都在肉眼可见的情况下 知道你的想象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看了同样的画面 它就会清楚 它就会有效率 是啊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工作技巧 所以你现在在看这个 永续工作圈里面的人 你会不会觉得 你有哪些人 你觉得让你印象很深刻 或者是他的沟通方式 或者他的策略观 或者是说 他的某一些工作习惯 是让你觉得 你也觉得很有收获的 很可以启发的 我自己觉得永续的东西 就是他会有很多的 骂葬套 一个一个骂葬套 那所以我觉得还是靠 Connection 那比如说像解放马 就是我们 对 我们要合作的 对 那他们的方法 其实就是用Design Thinking的方式 去想事情 是 那我觉得他们用 Design Thinking的方式 去解决很多的社会议题 然后他把人 我其实很喜欢他的理念 那我觉得不管你是想要进到永续 你想要进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 你其实应该用你的5%的时间去explore 对 那他们在创业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 我怎么用5%的时间去做一些事情 是跟你本业没有关系 那我其实那个概念对我 其实我觉得是蛮 那也是我开始去走到永续的一个 想说好 那我就用我5%的时间来试试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概念的 我很特别 我是一个Morning Person 我6点钟就睡醒了 但我可能会在床上赖到8点钟 但我不是追剧 我的最近其实比较奇怪 但是我会用在那两个小时的时间大量阅读 那我的脸书上面的资料 其实基本上可能有倡议家 谢谢 然后也有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然后也有就是各个的商业周刊 或是国内外的都有 中文英文的我都看这样 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我吸收大量知识的地方 那我特别觉得做永续很需要这件事情 原因是因为 永续的领域实在是太广了 太广了 那有些时候这些阅读 它会给你灵感 那然后或者说给你一些方法 会给你一些 原来人家是在这样看这件事情 然后原来有这件事情在发生 所以当那个两个小时的大量阅读 会对文言非常非常有帮助 因为它久而久之就是也很有趣 也许是脸书自己的aggression 他会偷听你讲话 但也许是老天爷给你的calling 就是说有些时候我正在解的东西我解不出来 对 我卡住的时候 奇怪就有一篇文章告诉你说 可能可以有像这样的方法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 適度 我就说cry for help也是 你去找人多聊 就是为什么我会说 有些时候是聊天聊出来的 可能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也帮我解了一些我想要解决的事情 所以我父亲是教授 所以他很喜欢读书 但他后来也发现说 对我是一个很喜欢到处去找人聊很多天 一杯咖啡的时间 我可以把你的knowledge全部都吸收过来 或是一个podcast的时间 我就可以把很多东西吸收进来 所以我觉得保留一点时间 用你习惯的吸收心智的方式 我不是文字型的人 所以其实我很多时候买了一堆书 就放在书架上 永远不会打开 但是聊天来说就帮助你打 效率很高 对 就是你吸收心智的方式 有人是靠读书 有人是靠阅读 然后有些是靠聊天 有些是上similar 对 我觉得找到一个你吸收心智 而且是 就是 怎么讲 不是局限 就是天花乱坠 什么东西都可以 的方式 嗯 去吸收心智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对 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 因为我们有没有 我相信这个网友都可以想想自己 是阅读型的 还是谈话型的 有一些人是要把事情用写下来之后 他仿佛就 就通了 就是很多人对自己的 可能可以想想看 什么样子的知识整理 是对你的这个工作是最 或者是学习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嗯 但我觉得Andrea今天真的是 讲到她真的跟她聊天真的很愉快 就是真的是聊出一些东西来 对啊 就是很多的方法 然后很多对自己的思考 然后呢 对这个职场的思考 然后对她未来想要做的事情的思考 我都觉得就是 让我认识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女 对啊 所以你现在做Podcast很棒啊 你就把很多东西都聊出来啊 真的聊出来 那也要那个人可以聊 对不对 好 你可以的啦 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 就给我们的这个网友一些建议吧 就是如果她是想要进入到这个永续行业里面的 或者是她可能是可能还没有工作经验 或者是说她已经有工作经验 可是可能跟这个不一定有关系的 她应该现在要怎么样做准备 嗯 好啊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的 因为这是显学了嘛 现在所以有非常多的资源 就是比如说像《倡议家》也是啊 或者《逸地人体系》 或是其他的这个媒体体系 都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资源可以去读 那我觉得你先从读这些东西 看这些资源 就是看这些 知道发现这些什么事开始 知道发现什么 但我也要小小的警惕警告一下 就是因为她太多了太乱了 如果你真心的想要去 了解这个领域 找到一个正规好的课 投资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就像我自己就是花钱去投资 就是我不是公司付钱 我是自己去投资做这件事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 我要很认真系统性学习的时候 我就要 要系统性学习 那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会觉得有兴趣的 也可以去寻求这样子的资源 对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觉得 如果你都有兴趣的话 那有很多的community嘛 比如说 也因为这是闲学 所以越来越多的 比如说 有点会办的这些 讲错过程 对啊 因为你在这个环境当中 你就会有机会去跟 在这个领域里面做事的人聊天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知道 大家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有哪些东西是你有兴趣的 比如说你比较倾向要做 跟E相关的 你想要做这个探权啊 或者是盘查啊 你是比较是会计室 背光的人 你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你就可以去学习 或者是说你比较像 我是想要做 类似社会面的问题 比较是偏向S的东西 你可以在 我们刚刚说解放的环境 或是你们办的活动当中 去认识这些B call的企业 或者是说不是B call的企业 因为其实已经不是B call 要做这件事情 企业也要做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就是运用你5个percent的时间 去做这件事情 好也不会太多嘛 对啊 会真的让你压力很大 一个下午 一个周末一个下午的时间 两个小时的时间 去听一场好好的演讲 我觉得会可以有 蛮多不良的启发 OK 谢谢 感谢Angela 今天好好好开心 对 那我们就跟我们这个 唱一家电台 永续掌来了的朋友说声 拜拜喽 希望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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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